在之前的课程 我们学习了道尔顿的原子说 但后来的科学家 对于气体实验的结果 无法用原子说来合理解释 因此 亚佛家觉提出了分子说 什么是分子呢 简单来说 分子就是可以表现出 纯物质特性的最小粒子 拿三明治来举例 三明治来举例 三明治是由两片吐司 和一片火腿所组成的 两片吐司和一片火腿相加 才会呈现出三明治的特质 但如果只有一片吐司 就不能称作是三明治了 用水来讲解一下吧 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所组成 才能呈现出水的特性 如果只有一个氧原子 或是氢原子 是不能呈现出水的特性的 所以H2O就称为水分子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空气中占最大比例的氮气和氧气 如果用围观的角度来观察 分别是两个氮原子和两个氧原子所组成 那一个氮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不行吗? 当然不行 在自然界的标准状态下 是没有单独的氮原子和氧原子存在的 两个氮原子组合在一起 才能表现出氧气的性质 因此称为氮气分子 相同的 两个氧原子组合在一起 才能表现出氧气的性质 又称为氧气分子哦 回到一开始所谈的 分子是可以表现出 纯物质特性的最小粒子 再想想 之前所谈的氮气 氦 乃 雅 克 仙 东 在自然界都是由单原子所组成 而且都可以呈现出这些气体的性质 那我们可以如何快速又清楚地知道 分子的组成呢? 用化学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用化学式来表示分子的组成吧 我们先列出分子内的原子种类和数量 再决定原子的排列顺序 原子的种类以元素符号来表示 原子的数量以数字来表示 但如果原子在分子内的组成只有一个 则一省略不写 一起来看些例子 像是钝气 氦 乃 雅 克 只有一个原子组成 因此化学式的表示为 H1 N1 AR KR 如果是氢气 氧气 分别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组成 化学式会表示为H2和O2 原子的数量要标在右下方 那如果是二氧化碳 有两个氧原子和一个碳原子组成 化学式要怎么表示呢 二氧化碳的化学式为CO2 那为什么不是O2C呢 这就跟化学式的排列规则有关了 一般常见的氧化物会将氧摆在化学式的后面 有机化学物的化学式通常会遵照碳氢氧的顺序 像是葡萄糖 化学式为C6H12O6 如果是由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化学物 我们会将金属元素放在前面 非金属元素放在后面 像是石岩的组成为氯化钠 化学式会表示成NACL 当然除了这些简单通用原则外 其他较复杂的化学式我们会在后续课程陆续说明哦 现在让我们来小试伸手一下吧 最后来做个重点整理 分子是可以表现出纯物质特性的最小粒子 可以由一个、两个、三个或是多个原子所组成 分子的化学式表示规则如下 以元素符号来表示原子的种类 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各原子数量 数字标示在符号的右下角 若是物质的氧化物 氧原子习惯放在化学式的最后面 若是由金属和非金属组成的分子 金属元素会放在化学式的前面 非金属元素会在后面 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分子的概念和化学式的表示方法 想邀请你想想看 像是金、银、铜、铁这些金属分子 要怎么用化学式来表示呢 欢迎你留言在下方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次见 请订阅 ori